人来人往的西门町竟然出现巨蟒 来看到这时有民众直击 这一条巨大的金黄色蟒蛇 竟然出现在西门町的电影公园 锦绍跟动宝人员来到现场发现 这条巨大蟒蛇长达五公尺 比小腿还要粗 而它的重量更是足足有六十公斤 最后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让蟒蛇落网 而动宝处随后也查出了 这条蟒蛇是有人饲养的 本身也没有毒性 目前也已经通知四主 前来领会 众人绷紧神经 给西准备好 因为眼前有一只活生生的金黄色巨蟒 大蟒蛇超级长 目测有五公尺 众人惊呼像一条小龙 还要多人合理才能将它抬出来 看到龙 运气好 发大财 民众看的目瞪口呆不断直呼 真的运气太好了 没想到逛公园逛到一半就看到这个庞然大物 就离它越远一点半了吧 那不是假的吗 不是那是真的 它不会胖 考虑到它们也是一个生命吗 金黄色大蟒蛇就出现在台北西门町电影公园 17号早上八点半左右 一名妇人意外发现了它 当场吓到不知所措 干脆直接跑去警局报案 远警获报一阵手忙脚乱拿着网子赶来 但这蟒蛇实在太大了 长五公尺 足足有六十公斤重 要抓它并不容易 还好不是毒蛇 这个蛇种的话是本土没有 让宠物出入公共场所 无人半筒 会有三千元以上 一万五以下的这个发还 店里才会出现的巨蟒 在人来人往的新门町 真实上演 还好主人已经主动联络 动宝处要来领走了 否则蟒蛇大街啪啪灶 任谁看了都会直发抖 这方面在马申杰台北报导 车流量大的国道一号戏指段 竟然有骑士 骑着电动机车不小心误闯 来看到这名女骑士 骑着电动机车 在国道上奔驰 国道警察发现之后 赶紧追上前蓝亭 而疑问才知道 原来她是一名韩国人 是到台湾来玩的 当时悟性导航 才会不小心误闯 女子骑着黑色电动机车 一路直直向前奔驰 上衣被风吹的狂飞 看起来似乎美意壮 不过车内民众 却拿手机捕捉下骑士身影 镜头转向骑士后方 往前一看才发现 原来这不是一般道路 而是国道 太夸张了吧 这是怎样 不止一个人拍到 女骑士骑上国道的身影 另外也有网友将过程 po上网 直呼超级夸张 引发网路热议 不好意思 会叫叫我到呢 电动车直接骑上国道 经过扎道也没有下 这名女骑士 到底是故意还是不小心 事发在22号中午12点多 国道一号细止断 国道警方发现后 马上将她蓝亭在路肩 发现原来她是一名 韩国观光客 来台湾旅游 自己骑车趴趴走 没想到悟性的导航 就直接上了国道 来台旅游体验骑机车观光 却误闯国道将被依法开罚 3000到6000元罚还 只是罚钱是少 生命安全才重要 幸好是没有酿成严重意外 记得潘纹游讲目语新闻报道 台中杯全国手球锦标赛 在大甲国中开幕 国小到成人组 总共100多队来参加比赛 好 不过现在就有家长投诉了 因为大甲国中的活动中心 即手球馆正在改建 只好把操场硬是隔出了5个地方 来当成比赛的场地 甚至把这个PU跑道 划设成球场来比赛 所以仔细看看 在球场上满满是补丁 要是不小心因此跌倒 肯定会见血 也抱怨这个场地 堪称是历年来最可难 哨音一下比赛开始 台中杯全国手球锦标赛 在大甲国中举办 但仔细看 怎么有队伍在PU跑道 就比了起来 而且这跑道 东一块西一块满是补丁 选手在上面跑 就怕一个不注意摔倒 立刻破皮 有家长投诉 孩子从国小加入手球校队 现在升上国中 每年都来大甲参赛 原本大甲国中活动中心 有两处室内场地 三处在操场 但因目前活动中心改建 只好硬把操场连同PU 跑道隔出5处比赛场地 选手得忍受酷热 体力负荷大 堪称历年最可难 硬凑出来要整整打6天 场地也不太足 因为场馆在整修 台中杯全国手球锦标赛 国小至成能组 一共166队300多场 要消化这些比赛 主办单位也很抱歉 不过也有选手说 比赛从小打到大 每年都来大甲参赛 尽管球场客难 还是会想办法克服 努力夺冠 记者中部赛报道 自助旅行正夯 有民众一家六口到日本东京去玩 订了连航机票 想说去城没有什么行李 所以所有人 六个人一起买两件行李就好 希望可以省下不少的费用 没有想到仔细检查才发现 竟然买成了每个人两件行李 不但多花了一万元 而且还不可以取消 其他网友看到他们的经验也说 自己也曾经点错餐 结果飞一趟就吃了三次饭 机票达人也提醒大家 现在有不少联航系统 会预先帮你选好要加购的项目 要是没有仔细看 直接下订的话 可能会多花了一笔 预期外的费用 机票高票价时代来临 想买便宜机票 除了要仔细比价 还要精算行李建树 但有民众在订联航时 想要省行李费 却意外多花了一万元 都没有订过 他帮你预设了一个餐点 帮你默默加了四百多块 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在 加餐点或是加行李的时候 他可能是同时帮每一个人 加了餐点或是行李 那另外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个连接航空 为了要多收你的钱 可能在订票过程的时候 默默的可能帮你加了保险 默默的帮你预选位置 你在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说 怎么这个金额 跟你当初想的不一样 而这种不小心没注意 可能就会订做的情况 不只在连航 传统航空订票也要留意 这是从欧美那边开始过来 因为其实现在的消费者 是比较走所谓的票价取向 国外去在飞的时候会发现 这些传统航空 现在的最低的票价 已经不含托运 不含餐点 甚至是他的这个最便宜的票 也跟年假空一样 不可改不可退 多订浪费钱 少订也麻烦 临时加购行李费 往往也都会比较贵 自由行政夯 但下订钱得仔细再仔细 记者曾经有点允许新北市报道